大家好,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將大磅骨的做法 做出來軟爛脫骨色色紅亮,下面看一下具體的做法 將來把大磅骨從中間分成兩段,放入冷水鍋中 再加入蔥薑料酒,大火焯一下水 水開之後,用勺子把上面的浮沫撇掉 焯好水的大磅骨再來用溫水沖洗一遍 接下來來炒一個糖色,炒鍋中加入少量的使用油 再加入一小把冰糖,炒至像這樣的澡紅色 再加入適量的開水,然後把大磅骨放到壓力鍋中 再把炒好的糖色倒進去 然後加入屏幕上的大料 再加入薑,生抽,老抽,蠔油,兩大勺黃豆醬 再加入一小勺鹽和蘑菇大骨頭的熱水 擀上蓋子,調至燉肉模式,壓40分鐘 今天用到的這款壓力鍋是七彩叮噹的電壓力鍋 可以一鍵排氣,還具有預約功能 鍋裡面的氣完全排乾淨之後就可以打開鍋蓋了 來看一下這個色澤,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這樣做的大棒骨,軟爛脫骨,吃起來非常的香 喜歡趕緊做起來吧